人生很短暂 一生眨眼就过了 所以人的一生有一段哲理感悟 台长非常想告诉大家和大家一起听一听 我稍微改了一点 叫一岁哭着出场 十岁功课繁忙 二十岁春心荡漾 三十岁结婚变样 四十岁事业动良 五十岁老当义壮 六十岁退休回乡 晒晒太阳 七十岁打打麻将 八十岁浑身伤痛躺在床上 九十岁挂在墙上 有什么好争的 有什么好难过的 感情就是一种缘分啊 我们今天相见是一种缘分 一起学佛又是一种佛缘 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缘分 亲情叫亲缘 来生也被称为来生缘 组成我们这个人的一生的 就是那无数个缘分啊 让你今生去结缘 去解掉这个恶缘 去享受这个善缘 所以学佛人在人间 一定要懂得正希因缘啊 随顺缘分才能看破人间 一切缘起缘落啊 耶